妇科必超怎么做 高兼容 西安市第四医院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我们妇科必超呢 一般我们有两种 我们的这个学术术也就讲 一个是腐式必超 那个必超的探头在腹部 通过腹部我们来看 观察盆腔里的子宫呀腹肩呀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叫腔类必超 就是那个必超的探头呢 我们要放在阴道里面 这样呢来看子宫 还有子宫周围的一些脏器 那么腔类超身呢 我们要做的时候不需要憋尿的 而且它做的相对来说 也比较清晰的 腐式必超呢 可能做的时候需要憋尿的 两种必超呢 用途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根据医生的需要吧 看哪种必超 对哪种病理情况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就选用哪种必超 专家提示 一 腹科必超有两种 一个是腹式必超 探头在腹部观察盆腔里子宫 附件情况 二 一种叫腔内必超 是必超探头放在阴道里 来看子宫还有子宫周围的一些脏器 三 做腔内超生时 不需要憋尿 相对来说比较清晰 做腹式必超需要憋尿 四 两种必超用途不一样 根据医生的需要看选择做哪种必超